江仔 Jeff問你, 碗子砌了四個小時 拿到上面的阿門, DNA沒有? 差不多了 不…你先戴口罩 Jeff… Jeff, 大台當受了, 植物驗成怎樣? 其他植物都弄不住了 只欠江仔, 正在砌一隻碗 江仔呢? 對了, 江仔, 天使找你 江仔, 拿不拿到的東西? 對不起, Tim Sir, 拿不到 那隻碗是個疑犯喝完湯汁後才打破的 碗上應該有個疑犯的口末 為什麼拿不到? 我剛才不小心打了黑痣 掩毀了這些證物, 對不起, Tim Sir 你說什麼? 不好意思, Tim Sir 與江仔無關, 是我打黑痣的 江仔, 你怎麼讓這些事發生? 你進來發政部做了多久? 你自己說, 足足兩年 你別告訴我 在實驗室裡要小心什麼你都不知道 這些是很基本的 總之這次怎麼說都好, 是你不對 Tim Sir 姐姐 我別聽錯了 只要被自首說, 所以要跟證據走 你那位同事已經認出是他的錯 還要罵我弟弟? Madam, 有時候這些事不是對和錯那麼簡單 丁丁是有疏忽 但是江仔是他的師兄, 就有責任要教他 江仔應該知道污染了證物後果 會有多嚴重 隨時可以令我疑犯脫罪 幸好這次有其他有力的證據 我不覺得我這樣教訓江仔有什麼不同 Tim Sir 你做法政不夠聰明, 你說話聰明 完全是歪理 是, 江仔是他的下屬 你怎麼教他我管不了 但我完全不認同 不知道Madam上來發政部有什麼貴幹? 如果我上來想謝謝你上次幫我 我下手, 我才可以碰到丁丁丁丁 但我決定收回 1.1, 乾淨吃飯 對不起, 阿翔 你好 平時健身你也穿著醫生袍 今天穿得這麼漂亮, 差點不認得你 你是稱讚我, 一定是譚羅斯 你說 走吧 你怎麼樣?沒事吧?有沒有漏漏嗎? 很少穿高跟鞋, 我真的不行 今晚可否把手臂給我貼力? 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借有還 不過高跟鞋這件事當然是男人發明 你怎麼知道? 你說不是嗎? 他除了可以讓女生走得漂亮點之外 還可以名正言順地借著手臂 給女生翹著, 依賴著 是嗎? 如果我真的找到一個可以依賴的男人 我以為穿高跟鞋也不怕 我只是開玩笑, 你當我是說真的嗎? 我當然知道你說笑 待會你努力看劇 回去要告訴Charlie 放心吧, 這件事我沒問題 玩什麼職刑, 沒票賣了 不要緊, 這次看不到就下次看 沒所謂的 不如下高星吧 我聽他們說今晚好像有個泡泡之夜 是吧?可能更好玩也沒辦法 誰讓你抱 你的思想這麼開封 不是抱抱抱抱的泡 是甘奸抱的泡 又是你又說你姐夫還是你姐姐很好 他是你姐夫和姐姐的好朋友 他叫林沛沛 沒甚麼好事, 是普通的社交活動 他這麼會做在發證暴報的 你弟弟可能認識也不定 原來他就是林丁丁的姐姐 難怪丁丁做錯事,你姐夫就是立剛 原來不是我弟弟做事不行 只是她姐夫有私心 這裡知道很多事情 我知道多少不重要 最重要的姐姐知道嗎? Friendy,為什麼不喝水? 丁丁 姐姐 你穿得很漂亮 丁丁,上夫人那麼多嗎? 什麼?我去看話劇而已 你剛才把新角包回來 這麼快就去看話劇 做女主角?男主角是誰? 什麼男主角?我和Tin去看而已 原來和Tin常常逛街街 你們倆說不是舊情復設 什麼?剛好有兩張票 不過Tin真的沒變 跟以前一樣,都是博學這麼有趣 還有紳士,跟她在一起真的很開心 我剛才除了說說而已 不是真的被我猜中了嗎? 雖然你們兩個之前拍過過拖 不過現在是別人的老婆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感情的事真是很難說 我還沒回來之前 我真的以為自己可以放下 跟Tin的感情 但是相處了之後 才發現原來那些感覺還在 你別嚇我了 那Tin老師怎麼想? 他是不是跟你一樣都有感覺? 我只是說說 我還記得Charlie是Tin的太太 她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 你信不信姐姐嗎? 雖然她說話說得很理性 不過女人是最感性的動物 我就不信她了,你呢? 你真的生得像狗一樣 姐姐 Randy今天很累,她平時不理人也習慣 但今天她連最喜歡吃的肉眼扒 也不肯吃,我怕她有點不妥 行了,我明天帶她去看手衣 你看頂帽多鮮色 大早說人也比較精神 我一看到頂帽就知道很適合你 我今天是不是脫了很多頭髮? 做化療的人當然會脫頭髮 遲些就不會了 好好的時候就全都生出來 我覺得做化療很辛苦 有時候有想,我不想再撐下去了 高太太,你千萬別這麼想 好人也有好報 早前我女兒和女婿狗說要離婚 都是全靠你介紹一些社工同事幫忙 那他們現在怎麼樣?問題解決了沒有? 就像唐痴痘 高太太,你這個人這麼好心 又肯幫人 天會知道的,你一定要撐住 說一些開心的事給你聽吧 七叔吃了中藥,病有起色 所以你千萬別打退堂股 何況還有Tim Sir支持你呢 你也不想他孤零零一個人 如果他走了,他一個人一定會很寂寞 那倒是 玉姐,我想打開電話 打電話找Tim Sir? 我想找我弟弟 再見 Sam,這麼好來探望我,坐吧 聽姐姐說你這次回來 主要想辦個課程給醫護人員,是嗎? 是 打算留多久? 三個月左右 那就好,以前跟姐姐出來玩 每次都是你請吃飯 這次無論如何,走之前要讓我請吃飯 好,有個時間吧 好,對了,姐姐托我交給你 這是什麼? 不知道 我記得了 當時我和Charlie一起讀書的時候 如果看到對方合適的東西 都會買給對方的 可能是姐姐之前買下的 想不到這十年的轉變會這麼大 Charlie會有這樣的遭遇 但無論如何,我和你們一樣 都希望他快點好起來 希望他開心 謝謝 好了,我也不妨礙你做事 遲些幫你吃飯 再見 再見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